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王思聪公司与山东泰安市合作建设文旅项目 五级八都爷孙双诗案 艳诗官裁定孙女同死爷爷后跳楼 十岁女儿获育新兴女将军 分析金正恩健康不妙及任命接班人 港特首 北上消费者只占全港人口比例约3% 森林商业中心十四失火20人疏散 请大家收看 王思聪公司与山东泰安市合作建设文旅项目 联合早报 中国前首富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的公司 与山东省泰安市合作建设文旅健身中心项目 该项目签约仪式于11月27日在泰安市举行 泰安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与北京环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 泰安市委书记杨洪涛表示 该项目的签约对于推动泰安文旅深度融合 提升城市形象品味等具有重要意义 王思聪表示 他的公司将全力以赴将泰山文旅健身中心项目 打造成为一个集娱乐健身 滑雪 运动酷玩 社交和科普于一体的年轻力 微度价目的地 并与泰安市开展更深层次的战略性合作 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泰安市的长城路以西 探河公园以南 主要建设综合场馆 景观公园以及商业等设施 五级八都爷孙双尸案 验尸官裁定孙女同死爷爷后跳楼 联合早报 经过验尸官的调查 他们认定爷爷是被孙女同次致死的 据调查官表示 爷爷的尸体上有多处刺伤痕迹 其中一处是致命伤 而孙女则是在跳楼自杀后死亡 调查官还透露 孙女在跳楼前曾换掉了见到血的校服 这表明她有意掩盖犯罪现场的证据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案件的动机 但调查官表示 案件的背后可能涉及家庭纠纷或其他心理问题 警方将继续进行调查以确定事件的详细经过和动机 这起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人对该家庭发生的悲剧感到震惊和心痛 当地社区和学校也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 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应对这一悲伤的事件 十岁女儿获运新新女将军 分析 金正恩健康不妙及任命接班人 新岛日报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 被称为新新女将军 此举可能意味着金正恩有健康问题 需要迅速任命接班人 金主爱是金正恩与妻子李雪主的女儿 去年首次亮相后 频繁陪同金正恩出席各种场合 引发了对她可能是政权接班人的猜测 对于金主爱的最新称号 南韩分析人士认为 北韩政权最高层已经指定金主爱为接班人 过去 金正日也曾因身体不便将金正恩任命为金大将 并强迫全体民众对她进行个人崇拜 有分析人士认为 将金主爱与卫星发射成功挂钩 全力打造偶像化领袖 可能是因为金正恩的健康问题 需要加速任命接班人 党特首 北上消费者只占全港人口比例约3% 联合早报 根据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的说法 前往深圳消费的香港市民只占全港人口的约3% 虽然近期港人北上消费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但李家超认为这是正常的融合现象 证明香港与大陆融合工作做得好 他强调 政府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吸引本地市民消费 而不是过分关注北上消费的人数 对于香港市民北上消费的原因 除了深圳物价便宜 选择更多 人民币持续贬值 也刺激着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 此外 取消出入境健康申报手续 也使得港人过关北上更加便利 进一步促使更多港人到深圳购物和游玩 总之 政府需要刺激本地消费 而民间力量则是搞活本土市场的关键 森林商业中新十四失火 二十人疏散 联合早报 总结 森林商业中心的一家十四 在11月28日发生火灾 约二十人被疏散 火是涉及二楼厨房的物品 但被洒水灭火系统扑灭 商业中心暂时关闭 直到下午才恢复营业 失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滴滴出行道歉 底层系统软件发生故障 非遭受攻击 联合早报 滴滴出行APP在11月27日晚间发生了故障 导致用户无法使用定位和打车功能 滴滴出行公司在当晚道歉 并解释故障是由底层系统软件发生故障所致 而不是遭受攻击 公司已经启动内部调查 并表示将深入排查和升级工作 确保服务的稳定性 目前 滴滴APP的所有服务已经恢复 滴滴出行表示 将深刻反思并努力改正 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 99岁卡特罕见公开露面 坐轮椅出席王妻追悼会 新岛日报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妻子罗沙琳的追悼会 于周三在乔治亚州举行 卡特是美国历史上再世最年长的前总统 尽管她已经接受安宁疗户 但她仍然出席了追悼会 卡特没有发表讲话 但她的孩子和孙子们回顾了罗沙琳的一生 追悼会上出席的嘉宾包括现任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 以及前总统克林顿和希拉里 以及其他前第一夫人 罗沙琳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她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非常活跃 并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心理健康议题的认识 卡特夫妇离开白宫后 他们的声望仍然很高 香港增加在职家庭津贴金额 鼓励持续就业 联合早报 总结 香港政府将从明年4月起 统一增加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住户 及儿童津贴金额15% 这一举措旨在缓解基层家庭的负担 支持他们育儿 同时鼓励持续全职工作 自力更生 根据该计划 预有两名和资格儿童的私人住户 每月可领取的执金最高金额 将从现有的4200元增至4830元 预计2022至2023年度 超过66000个住户将从这一计划中受益 哈马斯再放两个泰国人 将与泰外长一起回国 联合早报 哈马斯释放了两名泰国人质 使得已获释的泰国人质总数增至19人 泰国外交部长潘恩普雷表示欢迎 并计划与获释的人质一同回国 此前 泰国穆斯林组织表示 他们的努力是泰国人质能够早日获释的关键 哈马斯目前还扣押了13名泰国人质 在战争爆发之前 约有3万名泰国劳工在以色列农业部门工作 拼多多第三季收入同比增93.9%创新高 联合早报 拼多多集团发布的今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其收入同比增长93.9% 达到688.4亿元人民币 再创历史新高 净利润为155.371亿元 同比增长47% 拼多多的股价也上涨超过18% 市值接近阿里巴巴 成为中国电商第二大巨头 拼多多在第三季度的在线营销服务 和其他收入为396.9亿元 同比增长39% 而交易服务收入为291.5亿元 同比增长315% 拼多多的支出费用主要来自于旅行费 支付处理费 维护费和呼叫中心费用的增加 以及销售和营销费用 推广和广告活动支出的增加 拼多多的CEO陈磊表示 公司的发展得益于高质量发展战略 并将坚持这一战略 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增长 拼多多联席 CEO赵佳珍表示 公司的竞争策略是关注消费者需求 而不是竞争者的做法 国台办 赖肖佩只会毒害台湾前途命运 联合早报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对于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选择原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 作为副手 表示不满 发言人认为 赖肖的双毒组合会对台湾的前途命运造成毒害 他表示 台独意味着战争 民进党的这一组合将会对台湾同胞的利益 台海的和平稳定以及台湾的前途命运造成伤害 此前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曾用双毒组合来形容赖肖两人 并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法国扩大禁烟区2032年打造无烟世代 新岛日报 法国周二宣布了一项禁烟计划 旨在在未来十年内实现无烟世代 根据计划 禁烟区将扩大至海滩 公园和校园附近 此外 政府还将立法禁止一次性电子烟 并提高烟草税 法国卫生部长表示 每年有75000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 为了减少这一数字 政府将制定更严格的规定 并将其变为法律 政府计划在2025年将香烟价格提高到12欧元 并在2027年再次提高到13欧元 这些举措的目标是在2032年之前实现无烟世代 犹太注意 泰国抢西艾普旅客 下月中夜店准营业至凌晨4点 新岛日报 泰国政府决定延长夜店 酒吧和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 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 从下月15日开始 这些场所将可以一直营业到凌晨4点 此举是为了刺激观光业 促进旅游消费 此外 泰国政府还计划在农历新年前举办各种大型活动 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柱 中国游客是主要客人之一 立即今年泰国将接待2800万外国游客 立陶宛外长 中国大陆已解除贸易禁令 联合早报 中国大陆已解除对立陶宛的贸易措施 标志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有望逐步恢复正常 立陶宛外长表示 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企业仍对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持谨慎态度 因为之前的禁令并未基于规则 立陶宛政府已与中国大陆进行了近两年的谈判 希望能够逐步恢复外交关系 此外 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 将于下个月访问中国大陆进行首次面对面峰会 这也有望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提供契机 首架美军机抵埃及 运载24.5公吨加沙援助物资 联合早报 美国军方派遣的第一架运载物资的飞机已抵达埃及 为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这是自10日以来 美国首次派遣飞机运送援助物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表示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需求 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更多行动 美国将努力团结国际社会 对加沙地带提供支持 这次飞机载有医疗用品和即时食品 将由联合国人员转运至加沙地带 未来几天还将有两架飞机抵达埃及 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已生效 双方同意将人道主义停火期限延长两天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